再来下一个我们做出来的List View 做出来这个地方返回 有这些效果 返回我们逐步来看 基本上上面的相关的按钮 分别会有一个这个返回的效果 这个返回效果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用一个Back 然后也字 叫做返回也可以 或者是说另外有一种做法是那个Data Reel 这个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我们直接用返回Back Button 那另外这个地方这个返回有没有有几种做法 第一个就是在资料标签里面 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个前面常常用到 这个叫 这个可以把它改成True 然后他的Test 名称就是加上返回两个字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书上 做的 在这边改 就是改什么呢 就是一个叫Data 这个标签叫Data Reel 有没有 Back 然后Data 有没有 这个Data Role 给它Button 这两个也可以啦 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做出来都会是 像刚刚那个样式 其实应该一模一样 Back反正就返回的意思 两种做出来结果会是一样的 OK 那这边的话做出来的效果就类似像我们看到的这种效果 返回 会有back的效果 OK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我们要来做的就是说 里面 有相关的这个 当然这地方中间 你可以加个DIV包起来 或者不加DIV 也可以啦 直接把什么 把这个中间放一个List View 不过特别注意 我们前面是放那个List View 直接资料就放进来 但是这一题比较特殊 这一题的资料是来源哪里呢 来自于资料库 所以现在还没有资料库 对不对 所以在没有资料库之前的话 你就变成要放个空的 那这个空的里面的资料放哪些东西 来看一下 基本上 应该是这一个页面 里面的话是空的 那空的资料里面特别注意 就是说 我们要放的是在 想 景点 应该是在 最喜欢的 在这里 OK 这边的话 我们是 放在那个 Content里面 里面的话 我这边可以加一个 就是说 Ui Ul 跟增加 Ul的什么 id 叫 叫什么 resend 就是 这里面的 这个id特别注意 非常重要 因为将来我们资料 资料库的资料会塞到这边来 所以这个名称 id一定要给他 预设我们前面做的是没有id 再来的话加什么 加一个list view 把这个范围里面是要加一个 Data law等于list view 圆角 有那个 可不可以筛选 有 筛选的预设 就是这个 做出来的效果就类似像这样 OK 好 那资料部分等一下再来讲 怎么样把资料塞过来 那底下的话 放个什么 蓝色的 Netbar 那底下这个Netbar 我们刚刚讲过 其实你可以把上面的塞下就可以 基本上就是在这边foot 里面呢 把它固定下来 卷动的时候才不会跑掉 这前面讲过 卷动你会发现 一直会在下面 有没有 它一直会出来 这个的效果 主要是由 Fit 有没有 这个position 固定住 它就固定 固定在这里 那data streaming B的话是蓝色 OK 这两个 做完之后 那底下的话 有Netbar 其实就这三个 再把这三个分别放上去 三个项目 你可以用项目符号做 然后分别把ID加上去 把按钮 分别相关的按钮放上去 分别在这上面看到是一个 Gear 这个是 Icon是 是齿轮 然后这个是home 这个是search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Data Icon 有没有 这边是gear gear是这一个 然后Data Icon Home的话是这一个 这个Data Icon search search是这一个 分别反正一样是ID Icon 然后呢 它的什么 Data Pose 这个如果说 你 不加的话 好像 位置 预设 是不是也在上面 这个可以再试试看 那这边的话我的 这个位置 把它摆在上面 预设是在什么 在左边的样子 如果你希望把这个位置放上面的话 你多一个Icon的Pose 就是它的位置 放在上面 那分别就加入这几个 之后的话 连接的话 就连接到 我们指定的 包含这个地方的话就连接 New 连接到 地图 这个是连接到自己 所以加个几就可以了 OK 这个是 List view部分 那再来点击它的时候 会跳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里面呢有做哪些动作 第一个 上面有个反围 这个一样 所以 略过 各位自己可以看一下 第2个是中间 加个什么 中间这边是一个netbar 放在content里面的netbar 做法上不太一样 不过前面我们 我印象中在我们的前面范例有讲过 所以请各位回头看一下 这个范例应该是在 在我们的那个页面里面 印象中应该是在哪一个呢 在 10几的样子 我印象中我们有做过 是不是在106 好像 201的样子 前面有做过 所以请各位回头看一下 这个 放在中间的这个 是这个 古文之美204的部分 所以204有没有 放中间 只是他有6个 这边只有4个 所以这边的话 有netbar 4个 那那把4个 里面分别放了4个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 netbar 你就先放4个东西 然后分别是什么 地图 标示 景点 规划跟 网络搜寻 做出来的结果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有哪些重点 第一个 插入一个div 就是data load改成 netbar 他就变netbar 再来ul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 用那个项目符号 他就会产生ul 分别输入 1234 这四个 名称 分别再加上什么 超连结 连结到哪里 这个地图标示的话 连结到地图 那这个连结到home 是连结到那个 清单 那个清单里面 另外的话这个 导航部分 导航部分的话是连结到 这个是一个景 将来是 做一个程式 触发这个 这个按钮 之后呢 我们可以连结 到另外一个方法 一个方选 这个是网页搜寻 这个是连结到 也是一样 一个景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连结到一个按钮的事件 事件的话 就触发到一个方法 OK 那这边会有个转 转换效果 不过这种转换效果 可加可不加 OK 大概会是这样 再来的话中间这边有 两段程式 跟这样 两段那个文字 那这个文字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上面有样式 这个样式的部分 需要加什么 CSS 才能长这样子 所以特别注意 在我们底下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 实际上 会有 总共会有 一 二 其实常常有三段文字 show detail 跟create the time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update time 不过update time 这个地方 基本上 是空的 因为没有update过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没有 有 那分别后面会有个class 这class就是指的是说 它的样式 有没有 由 这个 这个 这个class 叫details details 的css 去决定 这个是create time 去决定 你会想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 是 怎么会有 这个css呢 实际上 这个css 是要自己去建立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在完成档上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完整档上面 会有 几个 这个style里面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style复制贴过去的 里面的话会有个点 基本上就是一个class details 实际上就在哪里了 css里面 你可以看到css里面有个details 有没有 它一定有个点 这个怎么做出来的 实际上 我们前面好像有讲过 新增 有没有 类别 类别名称 你就给它什么 这个名称给它叫details 有没有 类别 一定是个点 就可以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实际上就是css的样式 那里面有哪些样式 非常简单 就是 form的size 18 颜色的话是这个颜色 好那其他还有没有 其他我看一下 他主要就是一个颜色 一个字 还有padding的设定 就是宽 它的边界的部分 方框的部分 这边有相关的设定 方框的部分 这里有相关的全部一样 然后 这个边界实实 做出来效果就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这个的话 这个上面的效果 实际上就由谁决定了 由这边决定 字的话 颜色 是 这个 blown 有点像 这个咖啡色 Fone size的话 18ps OK 其他是边界设定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将来各位要建立什么css的话 特别注意 记得 从哪边建呢 这边有个 建立一个新的css 找类别 给details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把什么类别 套用在 文字上方 所以这边有一个 两个 三行文字 所以三行文字 其中那个update time 因为我们还没update 所以不会有这个文字 所以会有 这两段文字 他套用在这上面 OK 那这 再来就是底下有一个什么netbar 有有两个 按一个是编辑 经典一个是删除经典 那这个我想一样 请各位再看一下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所以 前面三个页面 大概前面 这边都有说明过 好